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时他以什么心境去拍摄 他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来进行拍摄 我觉得佛系摄影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如何开始佛系摄影的四个重要观念 第一个呢就是说 当你今天你不再执着于拍摄一个很完美的画面 那么就已经开始佛系摄影了 第二呢就是 你采用一种模型模素的拍摄方式 跳脱一般人的拍摄的主题 再来就是不再执着于所谓完美的画面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效果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 用一种与世无争的一个形态来拍摄 这个就是我们四个最重要的重点 针对佛系摄影 我这里整理出了十个佛系摄影的境界 第一个呢就是梦幻 第一张照片 这个是在大马的一个热带雨林所拍摄的画面 但是呢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是想象成说 能不能够把热带雨林拍摄成一个高原的一个森林的一个效果 当你看不清楚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会有更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有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当你身处一个环境 不要被这个环境所限制 你要超越这个环境的一个想象 所以为了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呢 为了让它有个模糊的效果 我就在镜头前面吹一口气 然后让整个成像给它有一种萌化的效果 所以所呈现的画面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在热带雨林 你所可能不会看见的画面 就是一个比较类似于雾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系列我们今天来讲导影 大家对导影呢拍摄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导影要很清晰 然后必须像镜面一样非常清晰才行 那么其实在你拍的是一个梦幻的系列的话呢 导影里其实你可以当水有一些波纹 或者是有一些涟漪的话呢 它所呈现的这个导影会更加的有一种梦幻的效果 一般拍摄导影的时候呢 会很强调说导影必须跟实景配合来呈现 其实呢今天如果你拍的是梦幻的主题 其实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它的 你就可以完全把这个导影100%占完整个画面 让整个画面都是导影 就让整个画面给它梦幻的效果 这样的话呢 所呈现的这个画面 它会更加有一个像画意的 像绘画的这样的一个梦幻的一个境界 当然如果你今天下雨去拍导影的话呢 雨地最最最最最面形成许多很特别图案 这个也是拍摄导影的一个梦幻的一个其中一种很有趣的一种方式 第三个系列呢就是前景模糊 像我们拍摄的时候都会要求说主题必须清晰 尤其是一些很有特别的主题更加有清晰 那么其实当你用梦幻的方式去思考这个拍摄手法的话呢 你就可以营造一些另类的方式 就是让它变得比较模糊比较梦幻这样子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你可以找一些前景 比如说花草啊这种前景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前景呢 来营造一些模糊的效果 就让这个前景包围你的主题 让它有一个想象空间 让它更加的有一个梦幻的一种魅力这样子 第四个系列就是真实的屋器 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是人造屋器 那么如果今天你去到一个地方 它起大屋的话呢 你可以怎样拍呢 如果今天你遇到大屋天气的话呢 其实是拍梦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屋器它能够把现场很多很杂乱的一些题材都把它简化掉 它可以让你整个画面看起来它有一种更有想象空间 更有一种梦幻的一种的一种情调在里面 像比如说今天你拍一个木区的话呢 距离你近的东西就会比较清晰 远的景物就会比较模糊 那么它就会有距离感 那么你整个空间看起来呢 它就更有一个让你想要去想象说 背后有什么的东西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感这样子 这就是佛系摄影十种境界里面的梦幻系列 那么如果今天你拍的是梦幻系列呢 当然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在对比如说在对焦方面 你在拍雾气的时候对焦会有点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注意你的对焦的部分 另外就是说 当然你拍梦幻的话 有时候你会把一些真实的一些实景也拉进画面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之间的比例呢 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像比如说梦幻的部分可以是7分 真实的部分可以是3分 或者是8比2这样子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其实你拍梦幻的画面呢 最重要的是你对你自己心境的 对梦幻的一个想象 你的整个心境的一个呈现 那么以上刚刚我分享的四个系列呢 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 那你也可以去发掘更多的一个梦幻的拍摄方式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的拍摄有所帮助 如果你想知道佛系摄影十种境界的第一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玩家365频道